谁说疫情断了客源 这家老字号Laksadang 却依旧大排长龙 不靠社交媒体宣传 他怎么做到 早上六点多 天还没亮 位于东陵府的这个Laksadang 已经排起长龙 67岁的尹维才 在这里营业三十多年 很庆幸疫情期间 顾客还是前来捧场 头一两天就看看 这个生意到哪里去 没有想到 一开始就是跟 还没有疫情 这个时候的一样的人群 还是一样超过排队 反而比之前还更厉害 还得更厉害 好像比如说我五点半开始 他们有些的四点 都是在那边等的 据前线观察 等候的时间 需要至少二十五分钟 疫情之下 依旧客四云来 林老板说 他靠的是多年来 所建立的口碑 他对于食材的选用 也十分讲究 花了十多年 才研制出独家的Laksa配方 来吸引食客 比如说这个辣椒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黄姜粉是哪里来的 这些香茅的东西哪里来的 你必须要知道 也必须要知道它的性质 你必须要详细地研究 当你调定了之后 你必须要有一个预备的 万一这个料没有 我们可以代替 你不会 就不会失去它的味道 那个口感 林老板说 这段时期原料的成本提高了 但是Laksa的价格维持不变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 比如说椰浆 这些原料 好像这些香茅 这些小葱栗都很贵的 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会考虑这个利润 现在孩子大了 每个都有做工了 都想去回归一点点社会了 林老板通常到了下午12点多 就会把Laksa卖完 他因此也没有打算尝试网络行销 因为我这边你看 还对这种常常 我找你有时间去做这个 而且我对这个完全不通不会 所以我也不需要 我曾经给人家订过几百块 几十包他都不要 Laksa卖跟我讲不要 所以从那次开始我都不要